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本身是一个金属工艺跟法王工艺的创作者 那主要就是用这些金属工艺的 媒材和法王的材料去做我的创作 那我的创作包含就是装置、手饰类以及物件类都有 万孔吉这一系列其实是我从 以前在借用法王这材料创作 媒材里面的其中一个系列 那他这个系列其实从大概2015年一直发展到现在 那最早的时候其实是在法王里头有一个空窗法王的技法的延伸 那到近期的时候就用这种比较组合式的方式去做万孔吉这个系列 那其实他在讲的一个概念是 就是好像微小的细胞 然后组合而成到变成从围观的方式到很宏观的方式去看他的一个状态 那他在密集的状态的时候有点像植物细胞 那他比较放大的时候可能又类似像一个花虫 或者是我们用不同的视角 从服侍天空上往地面上看像树虫一样的状态 所以他想要讲的一个概念就是 其实很多事情是从不同的角度可能会引发我们有不同的想象 所以这个是我当时在做万孔吉的一个想法 那其中就是有申请到美国的这个安德森艺术中心的注存 那其实后来就想说透过注存的方式 试着去看看国外的文化或是他们的环境是怎么样 那在美国这个注存的时候我当时申请的是他们的雕塑 那因为主要原因是他们那个环境里头并没有主要专门给进攻的类别的注存工坊 那我就申请他们的雕塑工坊 那在那边比较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他是雕塑的缘故 所以他的机具啊设备啊都是比较大型的 那所以就是要适应一下 那所以我当时在那里注存的时候主要就是以铁这个素材作为我的创作媒产 那还是延续我当时的一个创作讨论的思维就是以物件跟人这个 人体的关系所以我当时发展一系列跟穿戴有关的雕塑 那其实当时在注存的这个环境里面 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来自四面八方不同国际的作家嘛 然后还有包含义萍或是策展人 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得到了蛮多的一些讨论和一些不同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注存经验对我来说是一个蛮不错的回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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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